我想应该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内 我想它可以凝聚公司的共识 然后可以有一个品牌故事 可以去在外面推广 第二个是对外 对外来说的话 它的一致性 我们公司是预定要去外销的企业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所以我大概认为它的重要性这两个部分 谢谢 挑战我们也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公司有一些年轻的干部 跟一些年长的干部 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上 是有一些尖锐的不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确实有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克服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了 我用了这个品牌 我的logo用了24年 评审老师说 你们是不是要换一下 我很认真的想 然后我也很感谢普罗行销公司 他们帮我们设计了四组 每一组我都觉得不顺眼 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 当然最后当然我们选择了一组 我认为最合适的 这两个过程都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收获当然很多 但是十分钟是不够讲的 我还是讲两个部分好了 第一个部分是 其实我去参加政府的计划 我都有感 我觉得政府对于辅导的费用 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在于 这些审查老师 在参与的时候给你的建议 那我们公司 其实我前面有提过 我们公司24年了 那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修改我的logo 那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讲 你们做了24年了 你有没有觉得环境改变了呢 如果环境改变了 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这个logo是不是 已经不能代表你公司了 我很认真的去思考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很伤脑筋 但是真的 它让我改变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的行销开始多元化了 那么我们公司一些试色 过去不敢向我推荐的颜色 现在都跑出来了 我们logo从一个单色变为多色 而且感觉上它很活泼了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最大的收获 第二个收获当然 这一次的内部的共识会议 我们开了非常多 从前面的一些想法到设计面的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 我发现到 其实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公司凝聚共识力 非常非常有用 对 所以谢谢平台台湾 谢谢 谢谢